海上之盟乃北宋末年 北宋朝廷及金国 为了联合力量夹攻辽国而签订的军事合作盟约 由于双方接触都因地理上受辽国阻隔 而需要海上经渤海往来而得名 海上之盟的签订会给宋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文化学者李亚平 今日为您解答 说宋朝 正在播出 这是地理版图最小的中国 也是文化发展最大的中国 这是军事力量最弱的中国 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中国 这是一千年前的中国 了解他知道我们的现在 说宋朝可以看可以听的历史 前面我们说到宋徽宗皇帝派赵良寺他们到这个 就是通过渤海 从登州上岸 然后通过渤海到这个辽东地区的这个金县这个地方下来上岸 这一次他们上岸了之后也同样是被这个金国的这个海岸巡逻队啊 就是这个边防部队就把他们全都给抓起来 后来呢他们跟他们解释清楚了就说我们是要和你们的皇帝来来来来谈那个合作的这个事情的 你们不要乱来那些海岸巡逻部队的这些人呢就把他们捆起来然后就往皇帝那送 当时呢这个女真金国的这个军队呢正在攻打辽国的这个上京林皇府 所以又把他们日夜兼程又把他们送到那去 送到那去到了这个林皇府的外围 正好看见阿古达他们正在指挥军队把这个整个辽国的这个上京给包围起来 阿古达因为在做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军事布置 所以他就根本没有时间跟那个宋朝的使节们谈什么事情 他就匆匆忙忙的告诉他说好我欢迎你们来 那你我呢马上就要进攻那个林皇府了 你们可以先看看我们的实力 然后咱们再谈 就让他们在一边上观战 那后来这个使节在边上看着他就他就看着心惊胆战 就是他没想到那个女人人的这个战斗力就如此强悍 他们在上午开始发动对这个林皇府的这个这个攻击 那林皇府也是一个当时在海外 就是在那个塞外地区 也是一个城墙很高大坚固 是人家的一个首都之一嘛 他的城墙高大坚固 而且守卫应该说都是挺挺严密的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城 女真人攻起来居然不到半天的时间 就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辽国的一个首都居然就给攻陷了 当时阿古达他们也完全不知道宋朝是什么情况 在他们的印象当中 宋朝是一个疆域非常辽阔 经济高度发达 特别富裕特别文明 也特别强大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们对宋朝当时是仰慕不已 如今一看那个宋朝主动派这个派这个使节来和他们谈合作 两边夹击这个辽国的事 阿古达是新华怒放 双方谈的时候应该说谈的就比较顺利 就是那个大家一起约定日期 你从你的这边出发 我从我的这边出发 然后咱们一起怎么样来夹击 当时的说法呢 就是宋朝的军队要去去打这个幽州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北京 女真的军队要去打辽国的西京 西京是哪 就是今天的三西大同 然后他们打下来的大同之后再往回打 两边他们通过郭北口进来 两边在这个幽州城下会合 会合完了之后把幽州给拿下来 就双方商定的是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 拿下来了之后 然后把这个幽州地区还给宋朝 但是每年要把宋朝给这个辽国的那五十万两人捐 也要给给金国 因为是金国帮助你拿回来的嘛 在这时候大家一定听出来了一个漏洞 不是讲的是燕云十六州吗 怎么只有一个幽州 只有一个燕京呢 对 这就是当时宋朝最高决策层犯的一个特别 特别要命的一个错误 当时是谈完了这件事情之后 就由皇帝写了一封首书 就在这个首书里边 皇帝讲的就是和他们加工完了之后 辽国 大家胜利了之后 要收回燕京所属州县 完蛋了 不是燕云十六州 是燕京所属州县 燕云十六州 所谓燕是指今天北京地区的一部分 所谓云是指今天山西大同的一部分地区 如此重要的盟约中 宋朝皇帝竟然混淆了燕京和燕云十六州的概念 这会给宋朝的发展带来什么后果呢 当时所要谈的就是要收服 整个把燕云十六州都还给我们 但是现在皇帝这么一弄呢 弄的就只有燕京和燕京下属的六个州 就山西大同那边就没有了 然后在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时候 还有几个州 当时也是归燕京馆的 这就是所谓那个平营鸾这三个州 所谓平是指的哪呢 就是今天的那个 今天的河北卢龙 河北卢龙就是马上就快到山海关的那个位置了 当时是叫平州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营州 还有一个是鸾州 就是今天的这一条线上面的 那个鸾线就这一带 就这几个州也都要 也都应该是收回来的 但是当时经过了燕云十六州 被割让出去 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 一百七八十年了 其实这个 他的那个行政区化 已经发生了变化 就是那所谓平营鸾这三州呢 已经被划成的那种 另外一条路 就是已经不归这个燕京馆了 燕京下边的就是当时的什么 按照今天的概念 就是顺义啊 密云啊 那个河北的卓州啊 什么 就是这样的一些地方 是归燕云地方 是归这个燕京馆的 只有六个州 然后呢 大同地区呢 他就把那个山西的那些 和河北那个北部的那些州 是归那个 归这个大同馆的 结果皇帝这么一大而化之 就弄了一个燕京地区之外 就把所有的其他的东西 就给扔了就不要了 但是在谈判的时候 这个谈判的人发现了这个问题 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力图补救 力图补救 那阿古达是一个 非常精明的一个人 像这种敢于起兵反政府 创立一个朝代的人 你就能够想象 这些人其实都是非常精明 而且在一些利益问题上 都是寸步不让的 那阿古达一听说就不同意 就说不能这么干 你皇帝说的这么多 就是这么多 然后我们就能够看到 这个造极皇帝和他周围的 这些大臣们是真的很轻跳 真的很轻率 这件事情后来就造成了 非常大的麻烦 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 就是宋朝就力图补救这个东西 除了这个燕京所属的 这几个州之外 而且和当时的这个燕云十六州 比起来还有一个差别 还有一个差别是什么 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大家还记得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后周四中财荣的时候 曾经收回来过三个州 对吧 就是包括今天的熊县霸县 那个就是那个河间地区 其实当时已经被宋朝给收回来了 包括那个河北 今天的河北的义县 已经被宋朝收回来了 收回来了之后呢 那等着辽国就不依不饶 又打过来之后 又把那个义县又给 辽国又给夺回去了 但是至少还有燕云十六州 所属的两个州 其实是财荣时期已经给收回来了 这个行政区域的这种变化 当时的这个宋朝皇帝 和他们的那些最主要的文武大臣 包括他的幕僚机构 居然就没有搞清楚 所以就稀里糊涂地就搞了 就弄了这么一个燕京并所属州县 结果到最后就双方就怎么谈也谈不论 到最后就造成了这个女真人 就认为宋朝人私自大张口 欲获难天呢 就是得寸进尺 想以外交手段倾取这么多的州限 就给他们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印象 这件事情到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样的后果 我们下次再说